丙年复会期第五主日 曾经有一个女孩一出生就没有了一只耳 所以她变得很内向和很害羞 每天她放学回家的时候都是哭 因为同学们笑她和整顾她 到了青少年的时代 她妈妈带她去一个外科医生 帮她移植一只耳朵 而这个手术也很成功 她成为一个正常的女孩 所以很开心 过了没多久她认识了男孩 下来还答应嫁给她 到了结婚的前夕 她坐到妈妈的房里想多谢她妈妈 让她能够过去正常的生活 但是当她抱着妈妈的时候 她发觉妈妈少了些东西 就是在她的长头发遮住后面 妈妈是没有了一只耳朵的 她当时哭得很紧要 她说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你没有告诉我 是你捐赠了一只耳朵给我呢 妈妈就说 女孩我不告诉你 因为不想你为我伤心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爱你 我希望你得到快乐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任何的付出都不会是白费的 你拿出来的东西 你没有少到任何东西的 当这个世界教训我们 做人要自私的 要利用别人为自己服务的时候 然后耶稣教我们要予此相爱 耶稣有什么权要求我们予此相爱呢 爱不是要叫人做些什么 爱是赚回来的 亦都是白白地施语的 当我们看看十字架上的耶稣 他就会提醒我们 因为爱 他献出了他的生力 我们的主给了我们一个榜样 说给我们听 爱是大过罪的 所以 他没有定马大利纳的罪 他感化了瑞利马斗和渣海 他不怕接触和医治一些病人 他伸出手去触摸 麻风病人 他宽恕了游毒 他的爱更生了很多人的生力 结成了很多人的生力 也都战胜了死亡 所以他绝对有权要求我们去爱 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 不是要我们看到 我们有没有能力去爱 或者人家有没有能力去回报 我们的爱 我们只是看耶稣 怎样爱了我们 无论我们做父亲的 做儿女的 做丈夫的 或者做太太的 我们都会看到 我们想爱的人 不能完全达到我们的要求 我们想爱的人 他们也有很多缺陷 我们的子女 可能都令到我们很失望 但是我们要继续爱 因为耶稣爱了我们 这个原则 可以用在每一个人身上 用在朋友身上 甚至用在敌人身上 简单来说 爱的衡量是耶稣 他能够转化我们 他能够提升我们人的标准 在耶稣无条件的爱我们里面 我们才找到爱的真正意义 和圆满 所以他的徒弟日望中 他说 爱就在这里 不是我们爱了天主 而是他爱了我们 并且打发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做负罪罪 从来没有人占养过天主 如果我们给之伤爱 天主的爱 就留在我们之内 而他的爱 在我们之内 就达到圆满 那些人说 我爱天主 而他老人的弟兄 他就是说谎 因为你怎么可以 说爱你看不见的天主 而你不爱你看得见的弟兄 在圆满当中 我们留意到 神父将一些酒 倒入圣咒里面 然后将几滴水加上去 酒 是代表能量 力量 也都代表耶稣基督的爱 而水呢 代表我们的软弱 无能 代表我们的爱 也都是很薄弱的 但当酒和水混合的时候 就加强了我们的力量 加强了我们爱的能力 成为救恩之辈 所以我们 都将我们的有限 加入耶稣的无限的爱里面 让天主 启发我们 将爱不断地流出来 我们会不断地 爱人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损失 只有使我们成为更可爱的人 成为基督 可爱的弟兄子末 所以我们值得 是 和耶稣多些接触 使我们有能力去付出 有能力去享受更完美的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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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